舞者在大樓外墙翻腾跳躍 结合了高空绳索跟现代舞 展现出利于美的高超技巧 来自美国的高空舞团Bender Loop 为港督高雄量身打造的作品 《波缩之港》将在新舞台艺术节 首度跟台湾观众见面 小提琴大师基顿克莱曼 也将率领他一首创立的 《波罗迪海弦乐团》 为台湾观众演出新四季 第一届新舞台艺术节 10月将在高雄登场 国内外六档艺文节目 将轮番上阵展现出不同的创意风格 新舞台文在圆满落幕后 我们有了另一个全新的开始 未来新舞台艺术节将成为 我们每年和艺文界最美好的约定 福祉艺文最重要的就是 为文化人打造更多 有心和无心的舞台 从新舞台艺术节开始 新舞台会走出新舞台 走进更多民众的生活 哎哟呀 轻一点轻一点 绿光剧团将改编作家段彩华的小说 上演新作《鸭姐》 菜鸟警察老爬手 巧妙结合了台湾文学跟喜剧 呈现出警察压解爬手的有趣过程 就是一个老爬手跟一个菜鸟警察 中间发生了劫狱啦 想要逃啦 发生了很多 其实文念生导演讲嘛 一个车厢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所以在里面碰到了很多人很多事情 除了骂我老公抱怨下我女儿 然后你没办法解决太太问题 我们还能说什么 重点不是内容 重点是现在我们在这里 以明年或者明天见 在台北创造亮丽票房的 杨景祥演剧团 将以不同的演员阵容 让高雄观众偷窥两段不伦之恋 探讨不同世代的爱情观 我们在首演的时候 是一个三面式的舞台 跟观众比较近 那时候有一种偷窥的感觉 那现在呢在大东艺术中心 他观众席跟那个是有点隔开的 所以他整个风格呢 会很像是在隔壁大楼 看MOTEO里面发生的事情 所以还是有很那种 拿着长镜头看头盔的感觉 总统千金将在两个礼拜之后 在国家居然演出罗密欧与朱丽雁 根据我们KS总部所接候的线报 恐怖分子还有可能在首演当天 对总统千金下毒手 那很简单啊 你叫那个傻逼 把朱丽雁让平我演就好了 台南人剧团推出K24 十周年纪念版 这出影集式的舞台剧 将连演六个小时 挑战观众的看戏极限 为了十周年 然后全新打造一个 比就是2.0的舞台 然后服装也是 然后灯光也是这样 所以几乎是 大家来看这出戏的时候 大概除了演员是原班人马之外 其他什么都不一样 刚结束在台北儿童艺术节的演出 无独幽耳剧团也会带着改编自 安徒生童话的大型偶剧歌舞秀 雪王子 借着大型动物稀有跟纯白舞台的布置 带着观众走上爱跟勇气的冒险之旅 新舞台艺术节带着表演节目 走出台北向南延伸 打造出不同的全新舞台 原来是无独幽耳的雪王子 你也知道雪王子 解开 演叙瘦